开车也是要小心啊 嘉义有一位大学的助教呢 他开着自己的进口轿车 结果在路上转关的时候 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 结果造成了有两千多名的 这个校外租房子的学生 大停电搞得没有热水 可以洗澡学生很气嘛 在网路上面就骂人了 说你的酒驾的垃圾 没想到后来发现 骂的竟然是自己的老师 都吓一跳 不过呢这个助教啊 撞上了电线杆却拒绝 接受酒册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照片中的这两根电线杆 19日下午中正大学的罗姓教授 开车经过嘉义民雄三星村时 一个大转弯 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 造成附近两千多户学生 大停电没热水可洗 晚上都没电啊 都没电啊 因为好像就是有两栋 就是到早上才有电 很麻烦 很麻烦啊 都不能洗澡 不能洗澡 他也不能看电视就对了 文人师表开车撞上电线杆 车头全毁已经够夸张了 不过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罗姓教授以自己有服用药物 来拒绝酒册 车是弄到电线杆 车差不多要挖四点 车不是车是新的啦 车好多 车三三两个月而已 摇摇欲坠的两根电线杆 在台电人员紧急抢修之后 20号凌晨2点就恢复供电 罗姓教授将被处以6万元罚缓 台电也将向教授求偿2万元的损失 中文新闻 侯国文学会文家 一才方报道